如果昨天沒有處理 今天一定是大賞 我們現在說 我們三個團結做會 讓我們在台灣可以做得好 奇怪你很無賴嗎 啊 我還能說什麼 不知道目前跟妳怎麼辦 陳姐講的過程裡面 她認為一個是她好姐妹 一個是她的好弟兄 所以她講到這個 遺跡非常的沉痛 就是從建黨到現在 民黨面對的最大的一個分局 其實說真的 兩邊都不太滿意 但是至少大家認為 這還是團結盛閑 比較大的一個方向的目標 一定會受傷 但是這種受傷 到底是受小傷比較好 還是受大傷比較好 如果昨天沒有處理 今天一定是大傷 那我們鼓勵我們社會 能夠真的支持民黨這種 有點痛苦就好 原來我們在批評國民黨 就是國民黨沒有制度 到現在還在協調 那樣制度到底是什麼 那現在看起來 民進黨這個 這一次的總統選舉的公告 已經公告三次了 修改過兩次 其實對基層的民眾的感情 都被打 大家真的會熱情不在 那我以為您自覺 這樣子的擠瓜 你很無奈嗎 那我還能說什麼 如果我贏得初選 他也能夠支持我 過去民進黨對於國民黨 黨內的初選制度 也多有批評 但是現在所謂民主進步的腳步 包括黨內的初選 都可以為了蔡英文來轉彎 那這就可以看得到民主 其實民進黨所謂的民主 其實都是假民主 我想賴清德 以他的這種脾氣個性 他是不會接受 而且最後可能大家 他還會贏得大家 比較多的尊敬 至少要遵守遊戲規則 大概他可以想像到 民進黨會親全力來封殺他 那可能他已經有一些心理準備 那自己他要怎麼面對 不曉得 是不是他要託黨參選 或是什麼 我們就不曉得要事務一代 我覺得就民進黨 先進的一個情勢來說的話 黨中央似乎按照 蔡英文的意志在走 所以賴清德對黨中央的 不爽的一種惡感 會持續增加 而這股怒氣 絕對會燒向總統蔡英文 藉由這樣一個 哀兵的一個姿態 去爭取對他同情的一種支援 如果同情票越來越多來講的話 他參選的一個正當性就更足 現在你要再去 湊合這整個 小英跟賴清德的一個配對 我覺得他的一個困難性 已經往上無限增加 如果陸軍有分離的可能 情況來講的話 對國民黨當然是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利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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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